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 就是,好各位大家好 就是這邊的比較屬於 雖然對我來講的就是信念頭 然後我再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Shawn 那就是HAW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可能會講說,欸,大家 會不會唸台語,像 會不會就很老唸,謝謝 OK,那這是我自我介紹 那我為什麼要放這張圖 那其實我基本上我今天出了 刻意沒有準備給你聽,因為我今天想要坦承 去好好講我自己 自己在裡面內心的 自己的世界,那這張照片 是我刻意挑的,就是我那時候 那個參加教練的時候 我給我自己的一個目標 呃,就是自我平安定位 因為有一句話這樣講 如果你能夠掌握 認清楚你自己的定位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 呃,稱霸了,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就是想一想 我去看這句話,給我一些啟發 給我一些禮物,那時候我就想 欸,那我到底要做什麼樣 才可以成為我自己來定位 那時候想,欸,對喔,可以想 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對,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很多很多 今年,今年有什麼很多很多的目標 可能我想要去環球世界啊 然後想要,想要學 語言啊,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但是你們想清楚說,欸我自己 這一年,裡面 我到底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然後來認識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是,是什麼樣的定位點 那那時候我就想,想了很多 我,我,我,因為我就是天堡情報 亂想,亂想就算你做 然後就,學習我沒學 這樣子,然後我就想說,欸我可不可以 幫自己做一個規劃 然後之後我就,這樣隨手就寫了這樣子 一個標標 給你自己,給你自己一些,一些 比較有邏輯性的方式 那這是我去年2013年1月4號 那時候我就這樣寫下去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把這樣子的表格 那時候我當時還跟幾個學妹一起 一直這樣子寫啊 然後,那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想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那我要做什麼事 然後我就開始想,亂想 就這一框,這一框我就開始亂想 哇,然後補多一點書 我要做一點知識啊 然後什麼,我要跟很多人分享啊 然後講了很多很多 可是,這些都是我想的 那,那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有一個數字信 然後去落實 然後去落實 就三件事情 那,我們都看過秘密 然後也知道什麼叫吸引力法則 其實,我現在已經積許各大了 因為這一點來講,真是太可怕了 包括,因為我看 就是知道說我今天是1月4號起了 可是在這次交點就要在1月4號 這是我沒有辦法 我那時候我根本就沒有去算上這件事情的 好,那這三件事情裡面 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每一時候看一個書 我想要多增加一些知識 然後去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想要 然後每個禮拜我找三個人 我就不斷來去找 然後我要跟他講說 你這禮拜看到什麼 然後我想要跟他講 想要發揮自己的本身上的影響力嘛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我最有罪毛的 而且也不能講這種罪毛 那有個怪怪的 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去參加一個演講 然後去把我看到的 聽到的 全部把分享出來 就是那時候陳軍 我好朋友陳軍 就突然 不知道 就告訴我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欸這不是跟我那個 我自己的目標 一直在match嘛 一直在match嘛 因為我是在找嘛 因為那時候我剛寫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我好像有跟陳軍講 然後陳軍會跟我介紹這樣 那個 教你這樣的頻道 那我就過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自己講說 我就把我自己的本身上的一個體驗 然後就開始去講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本身上數比較多 因為這是我為了要 一直都往上去的人 就是一個計畫裡面 那這一年裡面 我也很感謝他們這樣的活動 那我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像燕傑和夢出 那時候就有點出我一些缺點嘛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一個那種 就是每天在那邊劃起來 其實我自己內心是 沒有很高的知情 那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我從以前就是到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那時候燕傑他就這樣子跟我講 然後就完全顛覆我 我說原來我內心世界是這樣子嗎 其實那時候我才真正的往我內心裡面去看 去看這件事情 說我到底是不是燕傑講的 結果我這樣想想想想 那時候那時候真的讓我想通了很多 所以我很感謝燕傑 那時候我又把我這樣子一個心情的故事 然後把它寫在我的部分裡面 所以我這一年裡面 我幾乎都是把我自己的故事 把我自己的想法 把我自己的所有一切 然後全部寫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當然我為什麼 我Facebook也會PO 但是我大概都會寫在部落格裡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讓這樣子的一些故事 全部一直被那個訊息 一直買掉買掉買掉 所以整個那個 我的那個 部落格就變成我自己的個人行銷 一個 一個我覺得也很棒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就是我今天也想要 就是除了說我在這一年之外 那我也想要跟自己講說 跟各位分享我這一年到底有什麼新的目標 我這一年的新的目標就是成為穩重的人 穩重的人 因為我去年一些事情 包括說 有一次我就去跟車 就跟我朋友去跟車去送貨 然後我就很無聊 然後去逛在那個 就站在711逛的時候 我在B&A商店逛的時候 看到那個 一個那個商店週刊 那邊刊登說 你是誰不重要 就說你 你到底 你到底認識誰 那時候就期待我 然後我就去做 那時候馬上想到 然後我就去做 我要做 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我想要寫一份企劃 去給我那個 我們那個學校 學校的那個系帳 我到底要提倡什麼 我要提倡說 我們要找一些 更多的廠商來進去我的學校 那時候我就寫企劃案 呃 在寫企劃案之前 因為我就是這樣 乎以乎所 就是想要什麼 我就做什麼 然後就是一直找我們老師 找我們主任 去講說 欸我想要去找 幫我們那個系帳 找一些合作的廠商啊 然後進去我的學校 我要合作啊 這太棒了 這超棒的 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 我就是無以後 我一直不知道 我到底要幹嘛 只是一直被罵 說你到底要幹嘛 然後 之後 主任 他們才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不要 我為什麼 我一定要成為有重的人 那 在這部分的話 我有寫 就是 也是用我這樣子 一個方式 一個慣例 去把它 我的想法 全部落實起來 全把寫起來 那像這樣子 就是 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我要把每個當下 都說出我自己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是一個很情緒化 很不會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所以我當 我在這之前 我是得罪很多人的 我讓我做得讓你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好就好了 然後我自己心情不好 我就 我就 跟人家講話說 我就不行啊 怎樣怎樣就開始罵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就給我自己的一個 一個 一個動作就是 我當我在生氣的時候 你的情緒不好 我沒有辦法把 這樣子的一感覺 全部講出完 而且說 不好意思我現在有點 呃不太舒服 可能 比較不好 就是你要讓 我一定要做到就是 控制自己的情緒 而不讓情緒來控制我的 所以我就是 覺得說 對我要講說 我意義非常地重大 再來就是 小孩就是 然後我要像大人幫你一樣 因為我就是 想要什麼東西 就會哇 很多人都抓不住 然後就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的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 像一個大人幫你一樣的文重 去把每一件事情 全部抓起來 然後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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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說我想要什麼 然後就做 想要什麼就做 然後這樣子 一直這樣胡亂 胡亂自己 自己亂來一樣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這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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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是 這個是我之前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是 故意再把這樣子 再講出來 就是一樣的 就是就是我那個 那時候當時就有三個關鍵字 所以一樣用這樣子 然後就講我關鍵字 三個關鍵字 好 然後這次我很非常謝謝 好 接下來有五分鐘的 你這樣做 就算是不能夠 那些年快 你不可以 有了 這次男生 這次男生 你還是很小 我會想結束 那次男生 那他 我會想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